近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成为香港市民热议的话题。 日前,数位香港青年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在镜头前分享自己的理解与洞见。 今年21岁的小柏是一名香港大学生,回忆起一年多前的修理风波,他至今仍心有余计。 彼时,去学校的路被砖头路障阻碍,使他不得不长途跋涉绕远路上学。 马路上到处是黑衣蒙面的暴力示威者,而社交媒体上则充斥着负面极端的言论。 就连平时宁静美好的校园也不再是净土,这也让小柏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 对他来说,2020年国安法的颁布让香港恢复平静,他也期待在爱国者治港之下,未来自己也能安心上学。 之前因为香港这个暴乱,就非常影响了我的学业,我也不能去上学,每天出门就被堵入。 经常发生那些示威者去殴打普通的市民,还有去遣搭国企这样的事情,就让我很愤怒。 所以我也去参加一些爱国活动,而且也自发地去街头,就清理这个路障啊,也有去警察局慰问那些警察。 所以呢,没有了这种事情的话,就香港社会一下子就稳定了下来。 然后我现在的话,每天也可以正常地上学啊。 在国家的帮助之下,就香港稳定了很多,而且我也能专心我自己的学业啊。 与小白一样,31岁的黄熙华,也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 2015年从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后,他一直从事社工行业。 修理风波期间,他因公开发表反对暴力的言论,而受到朋友的抨击和孤立,令他再不敢随意发声。 两年前,他进入一所学校担任教职。 黄熙华说,过去几年的动荡,让大众意识到教育当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而他希望,爱国者治港,能在制度层面对当前的教育进行纠偏,真正改善当前教育界存在的问题。 在对于政策认识上的缺乏,一些政治教育上的缺乏,其实是因为和国民教育有关。 假如我们不是爱国者治港的情况下,校长和老师就决定了学生接收些什么呢? 他们是剥夺了学生,去了解自己国家,去了解自己身处的这个地方,背后的历史的知识的一个机会。 职业生涯发展,也是青年关注的话题。 作为香港青年创业家总商会主席,80后的谢海发所负责的商会主要服务香港18到45岁的青年创业者。 近日,商会获得了由特区政府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提供的近一千万港币的创业资金,用于支援鼓励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开展创业。 谢海发说,香港青年想要更好的发展,配合了解国家的政策,搭上国家的顺风车,非常重要。 实行爱国者治港,其实对我们青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来的。 在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到香港,尤其是青年人和鼓励去大湾区融入创业这个版块, 我们的会友和我们自己本人都感到非常高兴的。 因为其实要在我们中国大陆发展,配合国家的政策当然是不少的, 因为国家的政策就好像一个顺风车一样, 其实只要我们青年人只要搬着这个顺风车,跟着去走的话是事半功倍的。 85后香港青年詹培勋坦言,自己就是这趟国家政策顺风车的搭乘者。 2018年,他作为合伙人之一,在深圳开办了一家无人车物流公司。 作为香港科技大学的校友,他会同其他合伙人, 将港科大科研团队的自动驾驶技术引入无人车的研发与生产。 这一项目得到内地多家知名创投机构的投资。 短短几年时间,公司已吸引了工程师100多人。 目前业务已覆盖全国多个城市。 在詹培勋看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也为青年实现自身价值,为祖国发展出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我觉得现在外国者治港之后,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进入大湾区。 国家亦都会支持大湾区来支援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去就业、创业、自业各方面。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机遇来的。 现在是我们一个好的时机来南之前, 我都呼吁香港各界的青年都一起来支持这个外国者治港的落实。 全国家播剧场上 Louvre 全国家播剧场上 kole产人